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 专业做白酒团口批发 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 这个 恒长商访 这款产品呢是 恒长商访的一款高端产品 恒长商访1929 这个产品 大家应该有好多朋友 有好多朋友问过我 也有好多朋友这个 品鉴过这个产品 对他的酒质评价是非常高的 说这个产品的口感 绝对不次于 那个飞天茅海 他也是一款年份酒 也是一款年份老酒精勾条的 这个酒体 也是一款年份酒体 1929年呢就是贵州省 贵州商人 贵州市的一个贵阳市的商人 周炳恒在茅台镇 开拜了恒长商访 他这是以这个背景 以恒长商访当年的一个背景 这个周特的一个品牌 成立这个酒厂 然后推出了 包括那款普通的恒长商访 还有这款1929 这款1929呢是恒长商访当中的高端产品 它的价格呢确实也是 也不便宜 这个基本上呢 你看线上的价格好记得好像是1999 还是2999我也忘了 这个 它的一个包装啊 这个这个 很重 拿起来这种感觉非常的重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采用这种礼盒的一个包装 里面还这么一层 感觉这个包装也是非常的 档次非常高 这个造价肯定也不便宜 这个它这个外包 里面包装 瓶身呢 这是陶瓷的一个瓶身 裂纹工艺的瓶身 包装感觉还是非常高的 感觉呢确实也是一款高端产品 这个盒子呢非常重 这样拿 感觉拿过这个没有这个酒以后 还和里面有酒这么重啊 它是一款高端的一款 定位的一款恒长商访 今天呢 我就是大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是2019年的 如果后期呢 我给大家品鉴一下这款产品的酒制口感 到底怎么样 对比一下高端产品 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产品呢 看一下我们这款恒长商访 1929和其他的高端的定位呢 这个口感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或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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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